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陳時中 則是以社林北投前瞻 入網十年計畫 預先規劃一個交通藍圖 他批評先生市長柯文哲 對於北市內湖的交通 不僅沒有前瞻性 也不想要亡羊捕牢 才會讓市政停滯 我自己在看這個 就覺得有點血脈膨脹 看到未來的一個可能性 越將越興奮 在提出臺北一百項政策牛肉後 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陳時中 針對市林北投交通議題 再拋十年前瞻計畫 就是要避免衝到那顆塞車的副車 除了中美快速道路平面改高架 並南北延伸 白林橋也要抬高三公尺 讓基隆河排紅順暢 並讓通河西街通河東街 兩線變四線 加上綠帶成為綠色新通廊 陳時中更拍胸不保證 一上任就會開始動工 強調現在不提早規劃 難道要等穿上衣服 再來改衣服嗎 但除了政策比拼針對參選首都市長 是否要簽絕不投降 承諾出藍綠白三方也是各持己見 簽不簽不要在國內造成一些對立 台灣人沒有一個人不保護 哪一個人會簽頭投降 保衛中華民國主權是我們的職責 所以遵守憲法就不會有投降的問題 陳時中叫正另外兩位對手 想當官就應該擺出該有的態度 否則人民怎能幸福 記得成員想要綠結明 SN9組 台北三部報導